台中有一名陈姓男子平常以高级轿车逮捕 因此引起了三名歹徒的注意 就在他的车底加装了GPS定位器监控行踪 歹徒趁着这个男子半夜出门的时候 三个人就直接抢走了轿车 还有车上了400万现金 为了要躲避警方查气呢 他们不断地变造车牌 还把车体的颜色改掉了 不过其中一名嫌犯在犯案之后心肌梗塞 在医院里被警方带个正着 男子行动不便地被警方移送 他就是犯下合谋抢劫的主嫌 虽然成功地抢到400多万的现金 但却在犯案后因为心脏开刀 被警方在医院带货 包括王姓嫌犯的三名歹徒 疑似为了帮朋友出气 又看到这名诚姓男子平常用轿车逮捕 就在他的轿车底下 加装了定位器长期跟踪后 直接在一天晚上将男子拦下 抢走整台车辆 更将车内的400万现金直接取走 犯案后为了躲避警方追查 嫌犯不但不断地变换车牌 更把车子从原本的黑色变成白色 但其中一名嫌犯现在住处被逮后 主嫌也因为开刀在医院被警方逮捕 连警现在正追查最后一名共犯 要将三人一起神之以法 记者吴连安徐文 海中报导